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不仅观光跟餐饮业大受影响 也严重冲击到了一文团体 进驻五节股仓的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 今年原本为创团20年准备偶视大未来的一系列活动 也因为疫情不得不忍痛停演 到今年6月底前活动全数取消 尽管面对半年没有收入的困境 但剧团依然想为防疫工作尽奋心力 特别运用偶戏的专业 协助社区以及观光工厂拍摄洗手舞 影片也在各大观光工厂的粉丝专业被传阅 由立泽国际偶戏树村来发起 我们带着我们的戏偶 到了宜兰很多地方的文化场馆 还有观光工厂 那我们去他们各地呢 就是用我们的偶跟他们员工一起来拍洗手歌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特别的版本 然后大家就可以在不同观光工厂的粉丝页可以看到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借由当地的一些很优质的商家 或是艺文的场馆 那我们也一起呢 为这个防疫的工作能够贡献我们的一份心力 尽管因为疫情而无法表演十分沮丧 但立泽偶戏一出村 还是想用偶戏的力量为大家加油打气 特别发起了偶到你家洗洗手的活动 有兴趣的观光工厂或是社区可以跟剧团联络 一起来防疫 那像是我们立泽社区啊 我们的阿公阿嬷们也都全部加入了哦 在我们永安宫前面跳起这个内外夹工大力碗的这个洗手歌 非常非常的可爱哦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粉丝页上面哦 可以来点阅帮我们家加油打打气 如果说你们也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也有偶到你家洗洗手这样的活动哦 如果你们也有兴趣邀请我们偶戏村的戏偶 好到你们那边跟你们一起来拍摄这个防疫洗手歌的话 我们也非常欢迎来跟立泽国际偶戏艺书村来洽询 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20年来 努力在台湾打造出特有的偶戏品牌 尽管这次的疫情造成了艺文界的寒冬 但剧团仍然努力苦撑 并且为了留住偶戏人才还开始了工作坊 培训年轻演员 希望等待疫情过去后 重新找回表演舞台 让大家可以继续欣赏到优质的偶戏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财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